门门打开 第七场正式开跑 进场以后呢 陈墨世纪就顺利的先抢出来了 跟在他旁边的就是战斗荣耀 试图去骚扰他的权宿啊 更外篮的位置呢 还有一生荣耀 在他内侧的半个马身以后呢 就是秀吕精英非凡 处在马群的中列位置 在精英非凡的身后一个多马位以后啊 是幸运宝宝 在他身后内侧的位置呢 就有四旋翼 天尾的马匹 铁血战士 距离潜力马呢是在十个马位以内的 现在一生 这个陈墨世纪呢 在前面领放 这个步速呢 是中等天快的了 在身后的是战斗荣耀 后面还有两匹马 都是摩西训练的 包括精英非凡 以及一生荣耀 那在后面的位置呢 就是四旋翼吧 电尾的两匹马 包括了铁血战士 以及幸运宝宝 已经跑脱节了 现在在前面 陈墨世纪 在前面是先发力的 那一色的位置呢 现在赶上来的就是 是三号的精英非凡 去发起挑战了 有歪闪的迹象啊 这个陈墨世纪 后面的位置呢 这个战斗荣耀 是受到一点干扰的 更后面的位置呢 现在几匹马 也是开始寻求走位了 现在摆脱不了对手啊 这个陈墨世纪 这里面的精英非凡呢 现在是尝试去追他的 VX 总算是给他熬到终点了 我也是捏一把汗呢 后面呢 现在战斗荣耀赶上来 跑一个位置 然后就是铁血战士精英非凡 跟着还有医生荣耀 跟着还有四旋翼 最后幸运宝宝 捏了一把都捏不出汗了 铁血战士很狼狈啊 他的方向团 已经外散了 已经不见了 从内侧 从前里里到外 你的心脏要真的好啊 其实那个六号被他严重干扰了 对啊 因为人家要加速 他一直往外移 人家走里面 就已经给他搞到 我觉得那个走位啊 真的很糟糕 不懂会不会被 被那个跑第二的战斗荣耀 去抗议呢 因为你要讲清楚 你是不是会故意的 罗先生叫 特别被令去施杂 人呐 人呐 这个到以前没有看过 明明是跑中间的 越跑越外面 你后面有一匹 要威胁你的马